鹿野乡立幼儿园第二十二届毕业典礼 6月28号晚间在园内中庭广场举行 我们今天有八位毕业生 有王又欣 韵夜奇 文灵化 陈雨昕 李博润 胡绒一 罗林恩 张建千 八位毕业生 乡长李维顺特地出席 为今年毕业的八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也为今年退休的毕业班导师林秀美 和厨房妈妈蔡素清颁发退休感谢状 谢谢老师辛苦教导我们学习知识 感谢爸爸妈妈辛苦教导 辛苦的照顾 我们将展开另外一个学习旅程 带着老师们的祝福 我们会认真地学习 有空我会回来看看弟弟妹妹 真正再见 谢谢大家 今天你们就要毕业了 感谢大哥哥大姐姐 为我们的苦力与照顾 祝福你们有幸福快乐的人生 美好的前程祝你们毕业快乐 红尘万里 李维顺乡长分别为获得县长奖的张建轩 议长奖胡柔一 乡长奖温灵化三位毕业生颁奖 全体毕业生同时也获颁代表会等各单位提供的毕业奖及纪念品 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的支持跟鼓励 让我们陆野乡幼儿园能够在后续的步骤 再能够发光发热 那非常感谢各位从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教保员 今天能够撑到现在 算是我们陆野乡幼儿园的福气 包括毕业班等各个班别 依序上台演出精彩节目 台上台下同欢乐之后 终于还是要面对离别的时刻 毕业生们上台献花 感谢园长 行政老师 班级老师 厨房妈妈 随车老师 尽管有一些依依不舍 不管是毕业生还是在校生 都还是很开心的享受这场 原方为毕业生安排的典礼 护道珍重 充满祝福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我们会将业而言 第二十二期